我现在越来越受不了我的婆婆了 我每次回家 然后我婆婆 每次都给我们提到钱 每次都给我们要钱 你说我们压力也很大的呀 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我老公呢 也不帮我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很纠结 我爱人呢 这个人呢 他比较低 钱比较看得很重一点 我父母亲呢 也是的 一个是我爱人 一个是我父母 对于我家在中间呢 我也很难 有的事情 也不要太斤斤计较 大家都不要把这个钱 看得太重就行了 这些次来呢 我也希望说我老婆 把他这个心结就剪掉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40岁来自江苏个体 有请张先生 曹女士39岁来自江苏个体 有请曹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13年了吧 对对对 对的 麻都有俩了吧 对的 两千斤是吧 对对 多幸福啊 今儿来干嘛呀 这么幸福的 主要是我和我婆婆吧 之间发生点不愉快 我给我老公讲 然后我老公他不站在我这方面 不站在我这边的 他都是向着他妈妈说 哎呦他们老人啊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要跟他有没有架势 怎么说 不帮我说话 你们经常为婆婆的事争吵 是这个意思 对小孩子的事情 那说说吧 被什么事争吵过 自从我生了女孩子之后吧 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 对我呢也不像刚开始 就是嫁进他家的时候 对我让他态度蛮好的 他们家对我都不错 自从我生了我女儿之后 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了 刚生我我家老大的时候吧 他刚开始陪我去医院的时候 挺开心的 等到我生产那一刻 然后就是生出来 一看是个女孩子 他就不开心了 然后脸就直接是不看了 然后就坐到一边去了 然后我公公问他说 生的什么呀 我婆婆觉得女孩子就很不开心 我公公也不开心 然后小孩子吧 不是我问你 你先生开心吗 他还行吗 你开心吗当时 我开心 闺女出生的时候你在吗 在 对我老公也在 应该多给陪我 然后 坐月子期间嘛 带小孩子嘛 也都是我带夜里面 他也不帮我带 我刚生完小孩子身体比较虚嘛 每天夜里面小孩子要喝奶啊什么的 我都要起来 我老公呢 然后当时在家几天 因为要做生意嘛 我就叫他去了 然后当时我妈妈还没有过来 所以说呢 我婆婆呢 她就帮我做做饭 我说叫他就是晚上的时候 陪我一起 然后带小孩儿 然后他 他说他不行 跟我睡在一起 他睡不着 我说那你睡不着 关键是小孩子半夜里要喝奶啊 老师哭啊 我身体也不行啊 腰外疼啊 什么胳膊疼啊 什么的 抱小孩也抱不动 他不管 他不踩我 他就这样子的态度 当时我真的很寒心啊 我特别的让人不舒服心里面 最后实在是 坚持不住了 然后就和我妈妈过来照顾我 就这样子的 过来孩子是你们自己带大的吗 老大嘛 是几个月吧 给我婆婆带的 生老二是我带到差不多 上小学的时候 放回家 他们带的 你看这你还是带了嘛 真是 带了 他也有优点的 又不是说 说他不好 就是 他主要是为钱 是我婆婆 他每次总是给我们要钱 那你妈妈把这事说一说 好不好 现在小孩子都在上小学嘛 每个学期呢 我们都把学费 一分不差的 全部让来给他们 包括生活费啊 也给够了 但是呢 每次打电话里面 他还是会给我没要 每次回家的时候 他也是的 说又有这个钱 怎么怎么让来 不会花的呀 怎么怎么 想给他少啊 怎么 不是你每次要是说 平时吵得少的话 就算了 他就说跟他吵架吵多了 我父母亲他就说 好像把钱就说 给我们分的比较近一点了 知道 当面吵吗 吵啊 吵过的 为啥吵啊 有时候为带小孩 有时候然后就是 卫生方面的 还有钱的事情 真当面吵啊 当面吵过的 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 基本点名的道理了 是因为媳妇 跟自己父母的关系 不那么好 对 所以父母当然要把钱 算得精一些 对 钱你给吗 我一般给啊 要就给是吧 要多少给多少 那给不就得了吗 是给的 关键是我伯伯总觉得不够啊 他就觉得 他在家带小孩子辛苦 不容易 但是我跟他讲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做生意 也不容易啊 对吧 要是能带的情况下 我们就自己带了 所以这就是我好奇的 肯定也不会麻烦他了 为什么不自己带呢 哪有那么忙的生意 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 没这个时间 有时候忙起来 没法带的 带不好 老二是我们自己带的 有一次 然后我做生意 很忙的情况下 我老公也没在店里 我家小孩子那时候 两岁多吧 和几个小朋友 然后就跑到外面去玩了 他们两个小朋友 很小忙 不认识了 最后都走丢了 差不多我忙完吧 然后我一看 小孩子到现在也不回来 哎呦 我急死了 我赶紧到处去找 给我老公打电话 赶紧叫他回来 我们俩到处去找 找到天黑吧 也没找到 最后碰到一个好心人 他讲 他说原来看到 两个小孩子 在马路边哭 人家原来就是 有个别的好心人 报警 最后警察 把我们小孩 带到警察局 那你把生意放起来 你带娃不就完了吗 把生意交给他做吗 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 所以说呢 我不能说闲着 也要一起挣钱 因为他父母嘛 也不上班嘛 两个人都在家里 他们年纪呢 就是说还好吧 也不算太大 也能帮我带的 我们小孩子吧 现在都上小学了 帮他们做做饭啊 什么的 洗衣服 那就给老人点钱呗 带着很辛苦 给了 叫什么劲呢 每次呢 我们回家也都给的 但是呢 他总感觉不够 总感觉我们在外面 能挣钱 总感觉我们有钱 所以说呢 他老是给我们要钱 经常为钱炒嘛 每年回家 基本上我们平时不回家吧 不是后年回家 基本上都是为钱 炒啊 然后我父母亲那边呢 说 你多拿一点钱 我做保姆的话 一年多少钱 两个小孩 然后我老婆他就说 哎呦 我们外面买房子啊 什么都有负担啊 是不是 每次我给他妈 然后就为这些事情 不开心 我老公呢 不帮我 每次都是向着他妈 帮他妈说话 不帮我讲话 有时候为这些事情吧 也会发生一点 那你们现在两个孩子 等于都交给爷爷奶奶管 是吧 对的 那你们以为 到底给爷爷奶奶多少钱呢 就是说 不是说每个月给的 就是说 我们是一学生一般 给一万块钱吗 给他们 两孩子给一万块钱 还管吃管住 不是平时那个吃吧 有时候我们买的 寄回去 还有衣服嘛 都是我们买好的 我伯伯的工 你这账算得太精了 因为 行 我再问个 因为他手里也有钱呢 又不是没有啊 他为什么每次都 给我们要钱呢 对吧 我的天哪 你怎么是这个 他有钱是他的 他帮你带孩子 不管是情分还是本分 您是不是都应该给人钱呀 应该是应该给 但是我也没少给啊 你又说人家看不上闺女 你俩闺女不都人家带的吗 没有 那你们逢年过节 给老人钱吗 逢年过节也给的 给吗 给一点点 给的不多 给的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们也不缺钱 主要是他们也不缺钱 他们还一直 给我们要钱 行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要玩命 问你们要钱呀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为啥呀 直到现在我还问我 那我问问 你们是春节回家对吧 对 春节回家的时候 这个处得好吗 一般就是 整个有点疼的 整个不是像日往那样 等于现在春节回家会吵架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为啥吵啊 就比如说我婆婆 然后她那个人嘛 就是说不太讲究吧 不按卫生 有一次吧 就是说我回去 看到她 然后用那个脸盆洗脸 然后过了一会儿 她又用那个盆洗菜 我看到了 我就给我老公讲 我说这样子 然来就是说 洗脸的盆 怎么好洗菜呢 这怎么吃啊 我给我老公说 我老公然来 她就给她妈了 问她妈了 这一问不当紧 一问然来 她妈哇哇大哭 什么然来 不要过了 说不过了 我知道我直接当面说她 她肯定不开心 所以让我老公说 你知道吧 你真有本事 你就真说呀 没有 我听到的事情 我肯定要向我父母 你要反馈一下 你反馈什么呀 你傻呀 你真是 哎呦 我的天哪 你也是 说然来 她为什么吵啊 她就比如说 那个什么 每次然来洗碗啊 什么的 也洗不干净 洗锅 然后人家都用洗洁精 直接然来用清水 一边然来就过了 也洗得不干净 每次然来烧水 我说有茶壶 用茶壶烧 偏不要 就用锅烧 用锅烧的水 那水然来 就说一倒里面有黑渣 我爸厨房 每次然来一回去 左擦右擦 他说我浪费水 说我然来 你看 做个事情 咋这么磨叽 你就在家里不说她的 作为她先生 我说她的也没用啊 她说 她反而说 我给我父母亲 一条路子的人 哎呀我的天哪 比如说然来 我给小孩子买的衣服 买的白色的 或者是然来 很好看的衣服 然后她给我洗的 然来一塌糊涂 然后白色的 变成然来黄色的 要么变成红色的 小孩子衣服对吧 要单独洗 她每次然来 把小孩子衣服 和大人的衣服 放在一起洗 每次都是这样子 那你把她接到上海去 行不行啊大姐 我接可以啊 关键是我这个人一接 然后生意没法做了 没有收入来源了 我们压力也大啊 买车子 买房子 也要交房贷 对吧 房租都要交的 也带得多年 就给你们亲吗 还可以 不可能亲 一年就看七天 老大有一点不太亲 老二还是比较亲的 反正你再这么放下去 也就不亲了嘛 我们把小孩子一接到身边 直接是没法做生意了 你要玩了每天 对吧 扶到他工作 你们做什么买卖 那么 开的私超私 超私啊开的 把他辞料都回家带娃去 雇俩员工 那没有经济来源 没有收入了 你说怎么生活呀 那就没法生活了 反正你都是你呗 对吧 行吧 主要解决是以后 你们夫妻俩不打了 对吧 因为他爸他妈妈 我跟我老公每次来说 他就不开心 他就是总是向着他妈 行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这个实在是 因为听不下去了 我不好那个 你们来吧 我也承认婆媳关系 确实是一本 非常难念的经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婆媳 其实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你婆婆为难你 你有没有为难你的婆婆 你一直在强调 婆婆不理解你 你理解婆婆多少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婆婆不尊重你 我请问 你有尊重婆婆多少 我们有很多的 进城务工的夫妻 他们再苦再累再难 也把孩子带在身边 我认识好多位好多位 他们比你们难的多的多 但他们知道 孩子不能缺失父爱和母爱 他们也不想让农村的老父母 这么辛苦 他们宁愿自己辛苦 都带在身边 你们在上海开一个超市 难道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包括婆媳问题 都是由此产生的吗 如果说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们把孩子都接到上海 你们自己抚养 你多念念老人的好 多理解一点老人 尊重一点老人 那么这个婆媳关系 也就烟消云散了 老人总不希望你们过不好吧 老人总不想和你吵吧 因为你有些做得太过分了 老人他也有人生阅历的 他也在平衡的 他也会委屈的 他真的委屈了 我今天真的为老人 感到比多儿还远 谢谢波红兄 来 苏老师 我算数不好 我刚才粗略地大体算了一下 就是一年 包括这种各种什么学费书本费 然后再加上什么生活费 两个孩子半年是一万块 六个月是一万 对 半年是一万块 一个孩子相当于五千块 这大体算下来 应该是每个月合八百块钱左右吧 就是因为我身边 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因为你可能常年不带孩子 你不知道 这个小孩子 其实你知道 他比大人要花钱 因为老年人 你知道生活节俭惯了 我今天就炒了蔬菜 然后甚至是我不炒蔬菜 我就是咸菜 我就一盘饭 我就吃了 就没事 但小孩不是这样 小孩他嘴馋 他是要吃零食的 你开超市 你应该知道 一盒酸奶多少钱 然后一盒零食多少钱 你作为妈妈 我觉得她天天在算这个账 然后你天天说 小孩花不了多少钱 那是因为 你在带孩子的时候 你没有给孩子花过钱 这位母亲 我觉得跟她的爷爷奶奶 比起来 你一点都不爱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一点都不心疼 自己的孩子 没错 你站在这儿说 我的孩子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 一个月800块钱生活费 我觉得太多了 我婆婆还问我 说这800块钱不够 我觉得你太冷血了 那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而且你一直在强调说 我在上海买房子 买车我不容易 但是你要知道 你买房子买车 跟你公公婆婆有关系吗 你会请她来住吗 我的意思就是 我压力很大的 甚至是我可以这样说 你现在你买房买车的 连你闺女都没份 因为你孩子是扔给公公婆婆的 所以我是觉得你 真的就应了中国那句话 叫得了便宜还买乖 就咱吧 有的时候赚了便宜 就放在心里就得了 您别在满世界觉得 自己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多大的冤枉 而这个就是这先生惯的 就太没立场 太没原则了 谢谢苏老师 来 吃中 如果电话那头 不是你的婆婆跟你要钱 是孩子说 妈 给我点钱吧 我不够了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婆婆没有跟你说 孩子花多少钱 你给我多少服务费 不是啊 孩子需要钱 你都不知道在跟谁在刻薄呢 你在跟你的孩子 另外你把孩子扔在了老家 自己在开着车 说对不起我压力大 孩子你别过来 两个角色你都没有做好啊 一个是儿媳妇 一个是母亲啊 你让孩子如果他懂事之后 听到你这么说的话 他会怎么想他的母亲呢 两个老人不容易 但是这个男人啊 你如果始终是这个样子的话 儿子儿子你做的不行 老公老公做的不行 老爸呢 你做的也不行啊 你觉得你失败吗 我有这个也说他 有这个跟我父母亲啊 他不听我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他的心目中 你没有威信 你今天是做的 你并没有端平 我想 换句话说 我告诉你 当你老婆跟你说 你母亲不对的时候 他是想让你传过去吗 他是想激化 自己跟婆婆的关系吗 你这会儿你就去 转头你就去跟自己 母亲去说去了 你有没有点判断力啊 第一你应该是理解他的 第二你应该理解你的母亲 所以你自己把他消化了 明白吗 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 同时他做的不对的事 你一定要给他指出 并且绝对不能这么去做 你不能一边听他的 这边得罪自己的母亲父亲 量了两头人的心 这你做人太失败了 明白不明白 要有自己原则 把孩子接过来 自己真真正正的 抚养那六个月 说给你们两个人听呢 你们俩把他接到身边 真真切切的去抚养 两个孩子六个月 你们看看 花费了多少钱 好 你说在上海因为贵 那好了 你放到老家 你是不是占便宜了 对不对 如果那边不管的话 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 是不是 那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边又帮你省钱了 又帮你省心了 你该说的是什么话呢 你应该说感激的话 感恩懂吗 每个人都要感恩于 别人的付出 明白吗 管住自己的嘴 多领人家的情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座 来 胡老师 真正最可恶的是你 他是认同自己老婆的逻辑 他老婆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在上海做生意 所以我可以理所当然的 不带孩子 我在笨事业啊 理应有人帮我带孩子呀 我给了钱 你得给我带好啊 你拿了工资 你不干活啊 所以他才会理直气壮的 去说人家菜盆子没洗好 什么东西做得不好 我就得说 他认为他付了钱了 但事实上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逻辑吗 我们来想一想 第一 你笨事业 你笨小康 你买房子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有多大本事 就买多大的房 你有多大的本事 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孩子是你的事 永远要记住 不是别人的事 任何父母都不要以自己的工作 事业为借口 而理所当然的把孩子扔给别人 第二 父母帮着带 咱们要感恩 父母不帮着带 我们没有权力埋怨 父母已经养了你们了 你说父母 重男轻女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是 你两个闺女 人家都帮你带了 人家一个都不会带 如果真的重男轻女 事实上人家是带了的 所以你不能拿这个事来说事 明白吗 父母没有这样的义务 他不带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如果有些父母带 我们应该感恩 两个丫头待在身边 要费心费力的事得多少 这还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事 就说孩子头疼脑热的这个病 就得让你愁死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枉为母 知道吗 所以不要在这嘚巴嘚嘚巴嘚了 但我依然还是那句话 最可恨的是你 就你的老婆说这么多 伤害你父母的话 你父母辛辛苦苦了 这么十几年带孩子 到最后没老来一句好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怎么受得了啊 我平时也说的 你说他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就这种事情 跟他掰个一心二出 跟他说这些话 你就应该拿出你的立场 拿出什么立场 不做生意了 回老家 如果你再在这件事情上 再重复 谴责我的父母 说不作为 咱们就不做这个生意 咱们回家去 带孩子 你不回去 我回去 这就是你的立场 我做不到别的 我在上海 我做不到别的事情 你能干 至少我能够帮我父母分担 或者说我带好自己的孩子 做好自己的事 这才是做父亲的 该有的作为 你做得到吗 你要是做得到 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 就是因为你太没骨气了 知道吗 所以我建议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最好在这儿 跟父母道个歉 给公公婆道个歉 说一声你辛苦了 然后再把自己两个孩子 带回上海 你自个儿收拾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没想到这个结果吧 肯定没想到 但是老师们说的 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 行了 你们自己夫妻好好反思反思吧 老师们说这么多 我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没必要说了 理都透了嘛 在那儿 确实有点 就在家庭生活当中 一个男性是这样的 确实有点要命 太弱了 好吧 剩下的时间 你们俩说点 你们俩该说的话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年 希望你通过老师的半解 我们 有会回家 都散开他们老人 有会有的事情 我也要改变一点 你也要改变一点 有会不要这样 都关心关心他们老人 都关心关心自己的小孩 可以吧 好的 我听了几位老师的点评 我也有所感悟 我也知道他们年纪大人 带小孩不容易 我也体谅他们辛苦 以后也不会给他们 斤斤计较了 以后就是说 我们能自己带 就尽量我们自己带小孩子吧 自己带的身边比较好一点 请亮灯啊 今天咱们这个选择不一样 我们换一个方式 如果你们打算下了这个节目之后 就把孩子接到身边 你们就出来 个人出个人的 谁愿意接到身边 谁就出来 不愿意 你们就可以不用出来了 好吗 谢谢你们 秦辉 这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吗 夫妻个人表个态嘛 对不对 他们俩这大家也没什么期待 要不要看的 对不对 这个婚姻 来 请关门吧 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对夫妻 会不会把孩子 接回身边去 请开门 请开门 哎 这还差不多 哎 出来吧 因为他们的条件 完全可以接了 是打算接回来啊 对 这个给你们鼓掌 下面就是 在上海找学校的事 回去得赶紧跑一跑 怎么个插班 学一些什么 你们夫妻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一起规划规划 把孩子接回来 一定要接回来 暑假寒假的时候 你们夫妻想轻松 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过个暑假寒假 因为一下接走了 我跟你说 你婆婆还会找你闹事的 知道为什么吗 爷爷奶奶 对他们是真有感情 他们是舍不得的 对 所以要做好老人的工作 不是否定说 人家带的不好 知道吗 是我们去接受相对 好一些的教育资源 然后我们来带 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让孩子回来 陪爸爸妈妈过寒暑假 你们再看看 你再看看 你婆婆问你要不要钱 你再看看 你婆婆对你的态度 你倒回去看就不一样了 做事将心比心啊 记住了啊 行吧 希望你们的孩子 跟你们早日团聚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快接回来吧 好好地过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能来 好吗 少点抱怨 把孩子接回来 一家人快乐地生活 也许比以前累很多 但是收获一定很大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各位老师啊 谢谢谢谢 请回吧